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删除手机 电脑里的信息 涉案百人 看警方如何一网打尽 你这睡一睡 能不能上厕所 这不这厕所能用吗 用不着 这厕所换了 公厕怎能一关了之 问题出在哪 蒙托石散 这个药物是一个收敛剂 是一个欺负的一个药物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 如果拉得不是很厉害的时候 是不需要使用的 蒙托石散不能乱用 切莫大量囤积 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是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 外出游玩的朋友陆续踏上归途 那铁路以及长途客运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铁路返程客流 主要是以短途旅行和探亲为主 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京津记地区 为了满足广大乘客的假期乘车需求 天津站今天开通 京津长期列车163趟 较节前高出近两倍 这是假期结束 这个回天津上班来了 从哪过来的 从北京 这好买吗 好买好买 特别好买特别方便 天津站返程返金的客流 较节假日之前有所增加 大概增加了30%左右 我们根据这个客流 积极地加强站台的组织 保证站台的安全 我们也会根据客流情况 及时加开出站通道 几乎是加满了 让旅客有序的出站 在通沙客运站 记者看到运营车辆有序进站 返程客流平稳 没有出现拥堵聚集的情况 您这是从哪返回 我从乡河那边 河北乡河 地州 回来 上班 票怎么样 好买 好买好买 现成买就可以 据了解 元旦假期前 通沙客运站已经恢复了 前往内蒙古自治区 河北省的省级班线 以及前往济州区的 长途客运班线 假期客流 主要集中在天津周边 以探亲流为主 因为今年的这个学生 走得比较早 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一些武功人员 然后他们的返乡 客流相对评论 票也比较好买 大概每天咱进出站 都分别是30多步 不到40步 像济州什么的 大概是在20多步 目前因为咱那个 恢复的时间并不长 所以呢 这个现在 大概每天在300人左右 今天是这个 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 可能呢 比前几天呢 要稍微高一点 能达到400人左右 除了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啊 元旦假期 很多的市民 也都选择自驾出行 那么假期最后一天 高速公路的返乘情况如何呢 来看记者发会的报道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高速公路支队 智慧交通指挥中心 那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啊 首先看一下 金济高速 现在来看呢 没有一个明显的压车现象 通行呢 还是非常顺畅的 但是啊 据我们的民警跟我们介绍呢 就在下午三点钟左右的时候 这里出现了一个反乘的小高峰 那另外我们的镜头往这边走 我们再来看看金金糖高速通过我手指的方向来看一下 那这条路的方向啊 是我们反进的方向 计算了一下 大概一分钟 呃 是在五六十辆的样子 我们的镜头再往上给 融物高速啊 反进的一个情况 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在人工收费窗口 这四条车道上呢 有一个小小的压车现象 每条车道大概压车五六辆的样子 啊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 我们现在来到了融物高速天津站出口数 那大家通过镜头来看 目前高速的十个扎道出口呢 是一个全部开启的状态 这四个人工窗口有了一个缓解 现在每个窗口呢 大概有车辆是两三辆的样子 另外呢 我们的ETC出口啊 车辆通行也是非常顺畅的 呃 大概啊 五六秒能够过一辆车 目前各条高速啊 这个流量基本正常 各出入口没有压车情况 每天至少拍出四部以上的行刹车 全是这儿二十四小时的进行广阔 确保人民群众出行的安全 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 本市再次发放文旅消费券 热门景点酒店都可以使用 哎那具体怎么领如何使用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文旅消费券发放了 然后大伙怎么领取呢 打开这个手机啊 美团的这个客户端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里面搜索 哎天津消费券 然后就有一个界面 你可以看到酒店住宿专区 还有景点门票专区 咱们根据各自的需求 来进行一个领取 然后进行购票 本轮发放的文旅消费券 共五万张 总额一百二十万元 覆盖全市三百九十三个景点 五千六百八十个酒店 其中酒店住宿类消费券 分为三个档次 景点门票类消费券 分为五个档次 在本市一家主题乐园 原价一百五十八的门票 用券之后 每张优惠了三十元 一天时间就有两千名顾客 使用消费券 享受到了优惠 正好是元旦嘛 然后又能减点钱 然后还能享受到娱乐的玩耍 就觉得还不错 我们的入元量 较去年同期 应该大概有个 两到三倍的一个增量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来了这么多客人 今年我们整个的 新增了二十多种 雪地和冰上的娱乐项目 挺开心的 我还要再玩一遍 我是南方人 没见过雪 很开心 自己划的太慢了 这跟其中有关系吗 太短了 再尝尝去刺激一点 此前 天津已经发放了三轮文旅消费券 累计发放14.5万张 共计360余万元 直接拉动消费1395万余元 70%的领券用券消费者来自外省市 在消费券的带动下 又赶上元旦假期 这家温泉酒店的游客量增长了五倍 其中三成是北京游客 活动力度挺大的 我们正好面中了满三百减九十 来吃了自助餐 反正一会去泡泡温泉 带孩子们放松一下 我可能之前就玩三个地方 但现在有消费券了 可能我就能玩四五个地方了 可能我回来之前玩三天 现在我可能也可能玩四个地方了 吸引了大量的全国的客人 可能近八成九成的外地客人来了以后 都会使用到我们的文旅消费券 需要提醒消费者注意 咱们的文旅消费券使用可是有期限的 您抢到之后一定要在七天之内使用 并且要在1月31号之前到景区或者酒店把它消费完毕 本台报道 文旅消费火热 这美食也必不可少 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可得注意了 首届天津火锅美食节正式启动了 主题还特别响亮 叫沸腾一下红火一年 哇 这可真是个好彩头啊 那这个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月底 全市有近千家的火锅商家参与 通过多种形式的打折团购优惠活动 来为京城的消费者送上一场红火的火锅盛宴 今天中午十二点 记者在南开区多家火锅店看到 店里坐无虚席 有的甚至在门口排起了长队 朋友小聚家人团圆 一家人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前 共享欢乐时光 主要是因为过节嘛 大家要好久不见了 火锅嘛 象征着怎么说呢 团团圆圆的 然后又好吃 除了传统的铜锅 穿鱼火锅 新式的火锅鸡 也备受市民喜爱 时刻吃得开心 店家们则忙并快乐着 铜锅盒都比全代时间确实属于一个上升状态 现在基本上能上升15%到20%左右 像大家用的最多的鸡腿肉 之前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斤左右 现在鸡腿肉能每天用到300斤到400斤左右 客流量还是非常可以的 早上12点基本上就会开始排队 然后排队情况可能2点多才会结束 然后晚上的话不到5点开始排队 然后我们员工基本上可能要忙到12点多才能下班 主要以肉为主 然后一天一两百斤 菜的话基本上比前一段时间要翻量到进货 火锅节期间 各大电商平台联合商家 也推出了多种团购套餐和优惠红包 让利消费者 活动也特别到便宜划算 是有点套餐 到活动 就是感觉比之前比平时都合适点 现在线上平台的话 确实是做了一些好多的优惠套餐 包括咱们的自提套餐是69元的 以及咱们现在原价150块钱的套餐 在平台上 说实话的话是在89块钱 所以说优惠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联合了本地上百家的火锅企业 在用户我们如果需要去到店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的商家也准备了多种多样的 优惠套餐供用户使用 想要在家里面聚餐的场景下 外卖APP上搜索天津火锅外卖节 每天早上10点会限量发售1万张 买200-50的优惠券 据了解 火锅节期间 市商务部门还会举行多种活动 首届天津火锅美食节 市民民提供的活动有非常多 有满简折扣 有团购 有新品上新等等 市民朋友还可以参加新年晒照达卡大赛 你在吃火锅的同时拍一张照片 然后上传到小程序上 就可以获得一些奖品 今年也会持续的推出更多的消费优惠活动 让市民在消费的同时享受更多优惠 本台报道 元旦假期里 虽然这晚上的户外温度是降到了零度以下了 但是在全市各大景区商圈 氛围依然火热 不少游客是流连忘返 沉醉于咱们美丽的金城夜景之中 没错 约上个亲朋好友 看灯光秀 有古文化街 听相声 欣赏音乐会 好不热闹 不少商家也借此机会举办线下线上各种活动 拉动消费 在天津大剧院里 由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 给市民们奉献的2023新年音乐会上 交响乐 民族乐 声乐等多种形式的演出 吸引了不少市民 剧院内上座率达到了八成 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年轻观众 觉得还是现场听比较就是氛围好一些吧 希望新年可以越来越好 自己和家人都可以身体健康 晚上七点半 在古文化街戏楼附近 依旧有不少人选择夜游金城 与白天各种特色文创类产品店铺内顾客迎门不同 人们更多希望吃点好吃的 一些具有特色的美食街摊和门店 也因此选择了延后必电时间 咱们的天津大玩 这是中国最早的巧克力 咱元旦放假 迎新年 就是有了节日的气氛 街上人特别多 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到小孩 他们都非常爱吃那大碗巧克力 像咱的西式的点心 传统的点心也是非常受市民欢迎的 销量的话就是大约就翻了有三倍左右 今天这不也是孩子说想吃一堂人 在电视上看的 然后我说带孩子过来找一下 正好看见了 也是两年没有回天津了 本来是家是在天津的 回天津过来跨个年 感觉还是天津变化还是挺大的 我们刚才路过那个巷上的管 然后就觉得很有天津特色 我们从北京一路开车过来 感觉高速上的车还是蛮多的 到这之后我觉得天津 现在整体来看也还挺热闹的 日游客量累积是2400万人 同期相比之下就是说增长了95% 你看现在虽然说是晚上了 但是来讲现在这个游客量 还是持续保持 而在古楼的灯光秀现场 一些商家也利用灯光秀 带来的客流量和内容 进行线上直播互动 推广自己的产品 我们也是走出走出来 然后把我们的产品各方面的带给广大的市民 我觉得确实在今天的直播中收获很大 随着线上线下的逐步回暖 天津文旅产业的内在潜力 也吸引了行业内更多的企业加入进来 天津本身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底液 包括我们的一些历史建筑物 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化的演艺演出 也包括我们的周边的这些农村地区的 这些绿色环保的这些产品 这些都是现在我们说 文理消费市场非常需要的一些产品 那么希望能够帮助到整个天津市 能够整合好这些产品 做好宣传 在2023年有更多的游客来到天津 未来会有全球的游客来到天津 前两天民警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一位89岁高龄且患有脑血栓的老人 从家中走失了 家人可都急坏了 你说这大冷天的老人走失 这家里肯定是特别的担心 说的是呢 民警赶紧向分局请求协助 寻找老人的行踪 我到着警察 我这冲进来 他有点糊涂了 他老往外跑 当时我正做饭 他出去了我就不知道 我一看没有了 我五点钟就出去找 我找到七点 找不到 我一看告个警吧 拉小电话 所以我建议你 现在赶紧过来 过来之后呢 去跟他民警一会儿 看看那江湖 尽量快点找啊 看他是不是还在往路上走了 大爷的这个行 一开始行踪 咱不确定了 所以就看摄像头 用了很长时间 考虑到室外低温 老人年龄较大 又没带任何通讯设备 民警立即向分局请求布控 同时指令 接面寻控民警 协助查找 我们就通过追踪摄像头 看到他是到陈太祥下面 就摄像头 就追踪 追踪不到了就 那个地方下面有河呀 有什么 咱们不太放心 张震立即和值班所长家属一起 驱车赶往老人在公共视频中 最后出现的地方查看 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线索 我们去之后到那现场 就分析这个大爷的这个行动 行动轨迹和他这个行动习惯吧 发现大爷是走大路 走一直执行 不拐弯 不上天桥 这时 所里传来消息 老人往普济河道方向走了 于是民警沿着铁东北路 往势力方向继续寻找 我们找到烟头桥之后 我和我们所长分析 以大爷的这个年龄 他的角力应该不会走得太远了 所以我们决定掉头回来 从马路对面继续找 当民警寻找到建昌道附近时候 在路边发现了老人 冷不冷 累吗您 有点累了是吧 从老人下午四点多离开家 到被找到已经过去七个多小时了 索性老人并无大碍 本台报道 前段时间足球世界杯激情开战 给全世界的球迷带来了四年一次的狂欢 而有一些人却动起了歪脑筋 借着这个球赛就干起了一些非法的勾当 从而导致有些人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先从滨海新区公安局处理的一起警情说起 根据李女士提供的信息 民警立即将其丈夫张某控制 张某交代他很喜欢足球 这次世界杯之前 朋友老陈给他推荐了一个赌球微信群 赌球群的群主很警惕 在微信上与赌客治疗赌球的事 其他关于自己的任何信息 他一概不提 我们也曾用陈某和张某的微信 尝试与群主沟通 想要套出他的落脚点等信息 但是他都只字不提 通过陈某与张某的微信 无法套出赌博微信群主的信息 民警又把关注点转移到了赌球的微信群上 每场比赛开始之前 群主都会发各种的赌球信息 提醒参读者下注 然后参读者把钱转到指定的账户上 在这个一百多人的微信群里 每场都有几十人下注 下注少的也有一百两百 大多每次下注几千块钱 更多的有几万甚至几十万 这个微信群很活跃 除了群主时不时发一些赌球信息 一些参赌的人还会在里面积极讨论 包括比赛对阵球队的情况 球员的状态以及可能的比分等等 甚至有人会分享赌球赢钱的截图 这样的赌球微信群 为避免被平台识别屏蔽 他们在发布敏感信息的时候 经常会夹大一些乱码 而且群里常常会安排拖 就像在群里分享 银钱截图的那些人就是拖 目的是诱导参赌人员 多下注注 这个赌球微信群里面 有组织者有拖 还有发布信息的 警方就判断 其背后是一个分工明确 组织严密的网络赌球团伙 那么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组织架构如何 为了全面掌握赌球团伙成员的 身份信息和犯罪证据 民警开展了细致的工作 像这种网络赌球 涉及到的资金比较大 而且大额资金频繁进出 比较容易通过银行教育系统 发现异常问题 我们联合经侦 网安等部门 从教育资金开始排查 很快民警就发现了 多个可疑账户 他们都是从世界杯开始之后 才有大额资金频繁进出 这些银行账户每天进出资金 额度都超过百岸 而且与世界杯开赛时间 以及每场比赛的时间 高度广和 非常可疑 经过对这些银行账户的 进一步分析 一名无姓男子 逐渐浮出水面 吴某是河北省人 早年曾经参与赌博 被警方处理过 根据警部系统登记的信息 民警立即赶赴吴某的户籍地 而此时吴某并不在那里 吴某今年34岁 因为有赌博的恶习 在五年前离了婚 后来便很少回老家 大部分的亲戚朋友 也就多年没有见过他了 在走访的过程中 吴某的一个堂地给民警 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前两年 吴某围过一次老家 闲聊的时候 他无意中提到 他近些年一直待在天津 我们调查了吴某住宿出行等信息 近半年 他在天津竟没有相关记录 要么他根本不在天津 要么他在天津 没有用自己的身份证 住酒店或买火车票 我们推测后 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在吴某固籍所在地 走访调查的时候了解到 同村的孙某跟吴某关系非同一般 而且他们都有赌博的习惯 常常一起四处赌 前两年孙某也从村里消失 很多村民都觉得 他肯定是淘宝吴某一起挣大钱去了 相比吴某的心思缜密 孙某性格就比较大大跌跌 生活也比较自已 民警很快就查到了他在天津的住所 民警跟着孙某能不能找到吴某呢 两年前我在老家越赌越输 人见人闲 实在待不下去了 就来天天同伴姓吴的朋友 当时他已经通过组织赌局 靠抽成抓了不少 我过来后就替他招一篇一篇 身边的朋友过来一块赌 维持维持秩序 催收 赌的钱 收不来的钱帮着催子站 我在天津也算是有个事做 孙某还搅带 吴某最近确实在趁着世界杯组织网络赌球 早在几个月前 吴某就在筹划这件事 包括申请成为境外赌球网站的代理 准备设备预定酒店等等 我之前听他说过 在这些世界杯期间 要做代理 境外赌球网站 据说挣的挺多 抽成挺高的 只要玩的人多 那钱来了可就快了 至于他干的怎么样 这个我真不知道 由于孙某生活懒散 说话大嘴巴 还喜欢发短视频 吴某就担心孙某 泄露他组织网络赌球的事 所以就没让孙某参与其中 在三个月前 孙某就和吴某断了联络 原来的手机号也打不通了 眼看就要找到吴某了 这线索又断了 与吴某相关的银行账户 每天仍有大量资金进进出出 网络赌球还在持续 而因为赌博而引发的悲剧 也时不时的上演 那民警接下来 该如何推动案件的侦办 尽管铲除掉这个赌球团伙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通过孙某的供述 办案民警判断 吴某应该就在唐姑的 某家酒店内 到底是哪家酒店呢 民警对附近的酒店展开拨牌 我们在排查中发现 一家电竞酒店的 相邻四间客房 被同一伙人连续包了一个月 时间刚好覆盖整个世界杯比赛 这就十分可疑 我们立即安排人员进行侦查 侦查员发现 这一伙房客有十多个人 几乎一直待在房间里 白天基本上都在睡觉 一到傍晚就开始忙碌起来 隐隐约约还可以听到 有的人打电话沟通世界杯 必在下注的事 收集多房信息 我们研判 电竞酒店的这十多个人 就是一个正在组织世界杯 非法网络赌球的团伙 随即我们积极开展收网行动 这天凌晨 专案组在市公安局 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下 兵分三路统一开展抓捕行动 一举抓获了吴某等14名嫌疑人 当场缴活作案电脑三台 手机二十余部 以及涉案账单三十余份 和现金银行卡等设计物品 在我们的抓捕现场 携人看到罢案人员冲进房间 有人赶紧操作 要删除手机电脑里的信息 好在都被我们及时制止 相关的违法犯罪证据 悉数被我们起货 并固定 吴某交代 他在境外赌球网站注册的账号 成为了境内的一个代理站点 在赌球网站上获取的赔率等赌球信息 通过组件微信群等方式 从网上招拉赌客 并从赌客的赌资流水中抽取提成 除了抽取提成 吴某等人还会通过对赌的方式来获利 在掌握赌客的下入情况后 做一些风险较小的对赌 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 截止被警方查处 这个团伙累计 投入金额达一千余万元 非法获利数十万元 经审讯 吴某等14人对组织非法网络赌球 并谋取利益的犯罪行为 共振不回 目前吴某等14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打掉这个14人同伙后 我们立即根据微信聊天记录 转账交易记录等信息 又查处了89名涉案参赌人员 他们已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为了方便群众 公共场所像是交通场站 医疗机构 体育场馆等都有公测 而且在服务时间之内 都应当是免费开放的 尤其是医疗机构的公测 患者体检验尿都是离不开的 不过在河西区挂甲四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新城服务站里的公测 却停用了长达五个多月的时间 给患者如测造成诸多不便 怎么回事 来看记者调查 河西区挂甲四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城小区服务站的公测 自2022年7月13号就停用了 门上张贴了一份通知称 即日起因停水厕所暂停使用 这个服务站日接诊量在100人左右 由于厕所不开放 患者体检化验等业务都受到了影响 尽管服务站张贴了通知 不让患者使用厕所 但这里医护人员却仍在使用 大夫这厕所能用吗 用不了 那你们怎么能用呢 这个厕所换 一直也没修吗 咱这没有水 没有水 根据天津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 公共厕所因维修养护 需要临时停用的产权单位 或者管理单位 应当公示停用期限 并向区环卫部门备案 公共厕所停用时间超过48小时的 应当就近选择 适当地点设置活动式厕所 或者采取其他方法 解决公众用测需求 记者找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负责人 这个法律您知道吗 法律这块听说过 但是呢 这块怎么说呢 我们确实 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去配件 这块方面的问题 跟相关部门报备过吗 这就没有 这块是确实没有 可能了解的不太不太清楚 也应该多想学习吧 根据天津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 区县环境卫生管理部门 负责本辖区公共厕所的 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违反本办法规定 临时停用公共厕所 未向公众公示 未向区县环卫部门备案 未按照规定设置活动式厕所 或采取其他方式 解决公众用测需求的 责令其改正 可以并处5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 你们知道有这个事吗 也不知道 从我们这个角度 也没有接到市民的反馈 这个如果我们就是 制造这个事的话 肯定是第一时间 就会联系这个管理单位 去指导度数他 去赶紧把这个事情解决好 赶紧设置这个活动厕所 记者调查得知 停用厕所的原因 是用水单位与自来水公司 就2022年5月的水费 产生了争议 用水单位收到的水费通知上显示 2022年4月21号 超表指数为4,225吨 一个月之后 2022年5月25号 超表指数变成了 6256吨 也就是说 这一个月来 用水量高达2031吨 接到那个 那个下载的那个 这些水通知单 是16000多块钱 因为这个确实与日常的 那个交费单子 是完全不符的 发生了很大的差距 平常也就是 每月给我们下的单子 是200块钱左右吧 由于用水单位 拒绝支付 16000多元的水费 2022年7月 自来水公司 对这里采取了停水措施 并摘除了水表 水费有争议导致了停水 争议的焦点呢 就是突然增长的 用水量 那这水量激增 2000多吨的原因 它究竟是什么呢 咱接着往下看 这座三层建筑 过去只有河西区挂甲四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家单位使用 2021年11月 河西区为促进 医养结合事业发展 在一至三层的大部分区域 设置了挂甲四街道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总部则搬到了其他地点 只在一层 留下了一个200多平方米的 嵌入式社区卫生服务站 每月水费 由这两家单位共同分担 我们从2021年 11月入住以后呢 这个运营呢 一直到现在呢 还没有老人入住 不会有大量用水 或者是楼内有跑毛滴漏的现象 或者维修抢修都没有 这个没不存在 就是猛然间就激增了2000吨水 这也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所以说我们也是感觉 没法接受和理解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 在2021年11月25号 正式进驻的时候 他们对水表指数进行了拍照 水表当时的走资 已经在6000吨多了 6000多吨 对 就是11月25号你们记录的吗 对 是2021年的11月25日记录的 拍的照片 到后来就是一直到摘表 一直是6000多吗 7月份摘表的时候呢 它持续的数字还是6000多吨水 而自来水公司提供的用水明细则显示 2022年3月24号超表指数为4200吨 4月21号为4,225吨 这两组超表数据竟然比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在2021年11月25号拍摄到的水表指数还要少 11月25号的时候 其实吨数已经走到6000多吨了 在3月份的时候和4月份的时候 这按理说 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它这个指数应该至少比6000要大 怎么您这个表的这个数据还是显示4000多吨 这是怎么回事 超表员去超表了吗 去去了 这可能就是存在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吧 什么问题 这超表这个可能不太准确 按照自来水公司的说法 2022年5月之前的超表员把水表指数超错了 一直到5月份的时候 我看你们把这个数由4大头突然变成6大头了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这个可能更换超表员了 自来水公司表示 2021年11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进驻后 水表指数就应该在6000吨以上 由于超表员记录有误 直到2022年5月才显示出正确的数据 因此从账面上看 2022年4月到5月的用水量 一下子增长了2031吨 相关的单位对这个数据突然这样一个急剧的变化 人家不认可 你们怎么看 这个后边我们再继续假降吧 从这个对超表员的教育 以及这个我们假大这个复查的这个力度 这个6000多是什么时候到的 它是缓慢走过来的还是因为跑水造成的 这个你们后期跟他们沟通过吗 这个从目前的情况但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自来水公司坚持认为 即便中途超表有误 但最终的水表指数是正确的 因此应按照最终摘表时的读数 6280吨来结算水费 那这部分钱必须由他们来承担吗 对对人毕竟这个水是咱那个用的 只不过是可能前期这个开的勺了 后面这一次性的把它补齐了 由于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患者们通过北方网证明邻聚离平台等多种渠道 反映了厕所停用问题 河西区则呈区卫健委挂甲四街核查处理 在2022年8月到11月之间 挂甲四街道办事处组织自来水公司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开了三次协调会 但都没有结果 协调各方查明它的原因 首先自来水那边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 为什么从4000多变成6000多 首先从举证这方面 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一个证据 我们着急 我们的老百姓去卫生服务中心看病 这个确实存在问题 我们和解刀办事处联手 共同推动这几架相关的单位 把这个正义解决掉 因为至今也半年时间了 您觉得这个时间长吗 挺长的呀 确实很长了 我们也很着急 确实很着急 我们也在沟通这件事 你们打算这个问题什么时间能解决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是根据这个解刀 互相的一块这个急退动 为什么不能先搁置争议把这个水供上呢 当时不没有人硬的事 要是好比我们当交多少钱 你们肯定是不是也没主动去提 这个没有 2022年12月28号 挂甲四街道办事处第四次组织召开协调会 会上协商确定了水费金额 并明确有两家用水单位分担 目的呢就是把这个水今天就给通上 咱们这个钱呢 及时呢交上 定的方案从我们这儿完成 我们集体的认可 相关的费用我们补齐 尽快补齐 后边呢 那个他们的超百元 跟我们这儿中心的人员 每次超标堆解一下 避免产政纠纷 有嘛问题咱急着楼痛 发现问题咱急着解决 我们也做好这个供水服务 当天中午自来水公司 重新安装了水表 楼内恢复供水 厕所得以开放 本台报道 说到蒙托食散啊 哎唐浩 这种药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啊 这不是治拉肚子的药吗 就是因为它治拉肚子 这新冠啊 也可能会导致腹泻 所以呢 还真就有人啊 跑去药店里 来抢购这蒙托食散了 但我跟你说啊 这个药可不能乱吃 说的没错啊 医生也是提醒大家伙了 这蒙托食散啊 咱千万不能乱用 更没有必要大量的囤积 感染新冠肺炎以后 可能会出现一些 消化系统方面的症状 比如恶心呕吐 不想吃饭 腹泻 甚至还有便秘的情况 主要是因为有一些 病毒的一些成分呢 能跟我们消化系统 粘膜的一些分子 相互结合 引起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表现 最常见的一些表现呢 恶心呕吐 不想吃饭 或者是腹泻的一些表现 医生表示 大多数的人症状也比较轻 很少需要进一步的药物治疗 因此无需过度紧张 同时医生强调 没必要大量囤积止泻药物 更不能自己乱用药 门头十三 这个药物呢 是一个所谓的收敛剂 是一个吸附的一个药物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 如果拉得不是很厉害的时候 是不需要使用的 这个药物呢 虽然说比较安全 妇女儿童都可以使用 但是呢 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 比如说会出现便秘 这种表现 甚至呢 如果是腹泻 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可能会造成疾病的一些遗漏 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人 以结肠癌 或者是肠炎为表现 我们吃门头十散 上去吃 造成了病情的一定的延误 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去经常服用 医生表示 如果出现轻微的腹泻 清淡饮食 保证睡眠 放松心情 大多数情况下 都能够得到 很好的控制 但也有一些情况 需要及时用药 必要时 还得到医院就诊 如果腹泻超过一天三次 或者是吸水样改变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考虑 用一些止血的药物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别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益生菌 来进行调节 咱们尝到微生态的一个环境 还可以通过一些中医中药 例如黄莲素 这一类的药物 做清去使用 如果腹泻非常严重 出现了大便带血 或者是脱水的这些表现的时候 可以究竟呢 我们可以到医院来 进行输液治疗 或者是做进一步的一些检查 本台报道 今天是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明天啊 这大家又要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 开始忙碌起来了 那么这节后啊 上班天气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咱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现在呢 在二级左右 在户外的感受感觉呢 还是比较舒适的 我感觉今天天挺好的 最近这几天都不错 我们孩子玩得特别开心 挺好的 今天天也好 然后风也没有那么大 明天呢 假期就结束了 大伙就要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 开始上班了 那么节后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明天早晨的天气 仍然是这种以晴天的天气为主 风力不大 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 时序在零下五度左右 北部地区呢 会比较低 在零下十二度左右 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 在五度左右 比今天还是要略高一些 整体来看呢 从明天开始呢 就是节后上班呢 未来几天呢 都维持一个晴建多元的天气 风力不大 最高气温呢 是一个持续回升的一个天气 元旦假期 天天市为期两个月的 冰雪嘉年华啊 正式对外开放了 这个冬季在咱们市区 就有不少可以细雪玩雪的好地方 不妨带着您的家人朋友 一起去感受一下 这里就是位于五大道的 民园广场 第四届冰雪嘉年华 也是正式对外开放了 雪场的工作人员 在造雪方面也是丝毫不马虎 我刚才也是了解到 整个雪场的雪的厚度 达到了40公分左右 所以踩上去呢 是非常的松软 但是并没有那种滑碌碌的感觉 因为这个咱们市里的温度呢 还是相对比较高 咱们所以呢 造雪基本上在每天的 后半夜的两点左右 然后呢 为了保证喷雪的质量呢 更加松软呢 也就是说呢 造雪机呢 不是满负荷运转 而是让呢 相对于出雪量较小 落下来的雪呢 它就是比较松软 元旦假期 五大道文化旅游区 民园广场 6000平米的中央草坪 变身超大的 室外细雪乐园 一个上午 雪场接待的游客 就达到300多人 雪圈是雪场里 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 为了增加市民体验的刺激感 今年 雪场特意重新划分了 活动区域 将雪道增加到10条 长度和坡度 也都有所增加 有点刺激 所以说 带着孩子 还是头一次玩 让大人和萌娃 都有的玩 雪地转转 雪地坦克 游拨球 迷你挖掘机 多种冰雪项目 覆盖了各个年龄段的 玩乐需求 让大家在雪地中 收获欢乐 这个客流呢 是逐渐地在增加 所以说呢 我们感觉今年呢 应该也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丰收点 咱们雪场呢 也是为了让那个 更多的这个市民呢 起向雪上的乐趣呢 我们也推出了 很多的一种优惠政策 然后如果咱们 您过来以后呢 如果前几十名 我们还要赠送 这个孩子的小雪家 让孩子在这个雪上呢 不断游乐了以后 还能享受一下 细雪的一种乐趣 截至目前 天津市共济开放 19家滑雪场细雪乐园 维基两个月的 冰雪嘉年华 将横跨元旦春节 元宵节等 中国传统佳节 让广大市民和游客 在这个冬季 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本台报道 大家看到啊 最近的这个文旅活动啊 真是丰富多彩 可以说十分的热闹啊 还真是哈 那在杨柳青古镇景区啊 不仅能够体验 这年华的制作 还有小车会等 民俗表演 可以说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呢 咱就说吧 这锣鼓响起来 央盖扭起来 红红火火 过新年 这里是杨柳青古镇的 清远路 也是景区里 最热闹的商业街 那汇聚了 像是酥糖 茶汤等 非一传统小吃 还有节假日张贴的 吊钱年画等民俗用品 那么根据景区统计呢 八成左右的游客 都会来这里逛一逛 从那边转了一大圈 看环境的越来越美了的 看到这么红红红红的吊钱啊 特别高兴 想买一点 按种类的话 应该有好几百种的 窗框啊 吊钱啊 还有就是说 一些个福字什么的 还有其次就是这种灯笼 卖的也特别好 因为这些东西放在咱家里呢 可以增加喜庆的那种氛围 来到杨柳青呢 就不得不说来体验一下 我们杨柳青的木板年画制作过程 体验区有很多块木板 是不是今年咱们有很多这种创新呢 是 这不过年了吗 然后今年又是兔年 这个木板上呢 也有一些创新和改良 那么我们又出了几款啊 专门都是兔子的造型 像兔子的福字 兔子鲍鱼 这是儿子印的 他特别喜欢那个葫芦 这个元旦我们过的 还是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啊 打一个祝福带回家了 在假期期间 他的接待量要比平常提高50% 我们今年还增加了 像这个汉府体验这样的新活动 更能亲身融入到这种民俗文化当中去 杨柳青古镇从30号开始 连续四天组织十多场 室内室外的文艺活动 在古镇娃娃鲍鱼广场 每天下午来自西青区志愿服务总队 文化志愿者们 进行一个半小时的传统民俗小车会 舞龙 央歌等演出 在世家大院戏楼内 还有民俗舞蹈 非洲鼓 平剧 京剧 歌曲 等节目 通过线上线下同步直播的方式 向市民游客送上精彩的演出 这商场也充满了节庆气氛 逛街买年货 优惠力度大 还有新推出的各种活动 年味十足 咱们也一起去看一看 逛一逛 我现在是在南开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当中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新年的演奏会 为了迎合节日气氛 商场在整个元旦假期期间 以及春节前的每个周末 都会带来不一样的新年演出 整个元旦假期的话 我们客流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的 比起前一段时间的话 环比增长大概到了100%以上 整个假期的话 我们预估这三天的客流 整体应该能够突破30万人 除了整个商场的一个促销和活动 我们还给大家更多准备了一些新年氛围类的活动 这样的活动 主要是一个是增加商场的气氛 另外就是顾客到这儿了 不仅可以享受购物的乐趣 然后还能看到更丰富的表演 然后动静相结合 也给大家一个不同方位的体验 因为新年买黄金 不是有这个喜气洋洋的意义吗 然后再穿上红色的衣服 带上黄金的首饰的话 会比较的好看 配戴这种黄金首饰 也比较符合新年的韵味 有很多特别合适的促销活动 正好也是新年了 所以就感觉可以趁这个时候 给自己和家人都安排上一份礼物 也是寄托了我对他们的一些爱意和祝福 兔年的到来让兔子形象备受欢迎 商场中展出了爱的使者奈美兔 可以让大朋友小朋友们合影打卡 全身红红成成的非常好看 就是感觉有种艺术感 跟小兔子活一样 在南开区的另一家大型商场 除了打折促销类活动外 还推出快闪电 获得了年轻人的喜爱 新一年江西朋友聂大森 在天津经营的新民宿开张纳客了 在这里游客们可以慢下来 留下来住下来 感受乡村振兴和绿水青山的新迹象 原旦假期聂大森的新民宿开张了 清晨他和工作人员一块 将每个房间走廊消毒清洁 在公共空间摆上鲜花 用崭新的面貌迎接客人 出来运动运动和孩子一起 明新年 民宿装修挺不错的 很有特色 感觉挺温馨的 来这儿好好玩玩 放松一下 你看我们这钥匙板就能看得出来 总共36间 现在就剩下这五间旁没出去了 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聂大森江西宜春人 2020年底通过海和英才计划落户天津 他和妻子都是独立制片人 一年中有三分之一不忙 利用闲暇时间夫妻俩计划创业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 他就是济州区的 他当时跟我说 说你可以考虑一下济州啊 山崎水秀的地方 拉着我就说 走我带你去看看 在这种就是天生自带流量的情况下 我是非常有信心在这个地方 能够把民宿做好 济州区罗庄寺镇洪水庄村 近邻溶洞风景区和国际御龙两个滑雪场 冬天滑雪 夏天纳凉 自带人流 再加上区域联动置屋 水库保护 矿山修复 环境越来越好 聂大森觉得冲着这环境 在这干民宿肯定错不了 聂大森的民宿开业了 取名建青山 在我们的民宿有几个房间 你一推开窗户 满眼都是绿 都是花 再加上我们是做文艺工作的 就是在美学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 我见青山多俊俏 青山见我 阴如是 这山里面 它在不停地在跟你说话 风吹过山谷的声音 叶子被风吹拂过的声音 鸟的声音 好生态 让这个异乡人 愈发爱上了这里 聂大森决定再开一家新民宿 恰巧 洪水庄村 有一处600平方米的老房子要出租 距离滑雪场更近 他将一年赚来的钱 一股脑都投了进去 名字还叫建青山 新的一年 聂大森将父母接到天津一起生活 日子也更有笨头了 民宿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吸引了不少在天津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 托尼斯人凯西就是其中之一 家庭集团 晚餐 晚餐 为了让游客吃上冀州特色美食 聂大森提前到老乡们家里搜罗特产 乡亲们自己种的鸭梨 柿子 栗子 核桃都可以在民宿寄卖 原旦假期 聂大森的两间民宿全部客满 新的一年 他也有一个新愿望 我在天津有我的家人 然后也有我喜欢的事业 而且这个地方也在越变越好 我也希望我能开第三家 甚至第五家 第八家第十家的建筑山 保健康防重症 元旦假期 全市医护人员坚守岗位 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天津市环湖医院急诊医生刘茜 事隔80后 在急诊科的岗位上 他和同事分秒必争 刘茜 天津市环湖医院急诊科 神经内科医生 去年年初 他从病房转到了急诊科 2022年的最后一天 轮到刘茜在急诊职业班 他和六名护士 要连续工作12小时 刚上岗 就有三位患者 同时被120送到了抢救室 进入12月 环湖医院急诊科每天的接诊量都在500人以上 送到急诊的患者大多半有高热 情况危急 因此医院将急诊科室增加到了11个 52名医生 62名护士 24小时待命 虽然大家的身体也有不适 但只要有需要 都会第一时间顶上来 顶着这种不舒服 顶着高烧 然后再加上大量的病人来诊 然后接着尿是很大的 我们工作量也加加大 又要去承担着身体的不适 所以负荷也是更重的一些 感受就是真的忙起来的时候 真的是就是大家谁都看不见谁 我们一天可能都没有时间说话 喝水一天可能一杯水都不一定能喝上 患者大量增加 就更需要医生在确保准确的前提下 更快地判断病情 对症治疗 经过一年的历练 刘倩一个般的接诊量在60人以上 因为又快又准 被克里选为观察区医疗组组长 他告诉记者 别看现在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刚来急诊时也经常犯懵 在我刚来急诊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时候有点不知所措 我特别着急 但是又不知道该干嘛 像那些也说都是上级老主任 然后过来马上告诉我们 你现在一定要给他抽血 做CT 一步一步地指点我们 除了老主任的指点 刘倩还把功夫下在了背后 他把遇到的疑难病例记录下来 归类总结 后面再遇到类似情况 就能第一时间做出判断 提高就诊效率 急性的脑梗死的病人 在早期可能每一分钟 就会死190万个脑细胞 如果你早一分钟给他就诊 那可能不会流残疾 也可以降低他的这个 瘫痪或死亡的风险 只要上班就是在于时间赛跑 晚上的急诊科依然忙碌 应对患者增加 医院也将接诊端口前移 通过120院前告知信息系统 把患者的生命体征相关数据 提前告知抢救室里的医生和护士 做好应对 急诊大厅 医院安排经验丰富的责任护士 担任见诊工作 按照情况轻重分级诊疗 不间断询问 一天下来嗓子都是哑的 这一天就这一天 一直都在不停地在转 分级最大的好处就是 让这个抢救的患者 尽快地得到这个救治 挽救他的生命 来的时候那个病人 就第一时间进入抢救室 然后没有在外面等待 主管医生 那个很快就到床床 然后给病人进行详细的检查 来到夜会感觉非常踏实 然后非常放心 跨年夜 刘谦的爱人给他做了 平时最爱吃的炒油菜和炖鸡 一直忙着救治患者 直到晚上11点多 才吃上这顿晚饭 能吃口热的已经是不错的了 作为医生嘛 觉得来急诊之前 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懂得挺多的了 但是到了急诊之后才发现 其实对于这个急诊的 这个综合的这个能力的要求 是有多高 患者如果有什么肺感染啊 急性心梗啊 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 因为在病房见的少 所以刚过来的时候特别棘手 现在过了一年 急诊觉得最大的收获 就是处理这些病的时候 不再棘手了 晚饭刚吃了几口 刘倩又被叫到了强救室 三个小时之前 送来的那位脑干出血患者 情况不太好 患者的病情恶化 刘倩心里十分难受 他告诉记者 在急诊看到过很多生离死别 让更多的家庭能够团聚 是自己一直以来工作的动力 多学习一下业务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临床工作上 说得老套一些 其实医生主要就是救死负伤嘛 救死就是病人来了 你要保证他在医院里 尽量延传他的生命 负伤嘛 他就是尽量地减轻他的病痛 我家吃卤化高油酸花生油了 卤化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精彩特会 广天惊喜 新年礼遇 广天欢乐 多重体验 广天畅快 幅度相伴 广天天才 中国广电 精彩特会 广天惊喜 新年礼遇 广天欢乐 多重体验 广天畅快 广天相伴 广天天才 中国广电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看新闻 双截期间 全市的果蔬基地和批发市场都做好准备 保障水果市场供应 满足市民需求 早上9点多 位于静海区的天津海极星农产品批发市场 开始忙碌了起来 这里有超过700家水果批发商户 货源主要来自辽宁 山东 四川 新疆等地 供应着天津市场 全市水果供货将近七成都从这里批发 眼下 草莓 柑橘等一批应激水果 还有西瓜等反激品种已经成熟上市 平均每天的水果批发交易量达到5000多吨 比一个月前增长了1500多吨 保障双截期间 水果供量充足 我们家每天大概一单草莓就一万斤左右 早晨8点左右到货 草莓一般就是过年年前 这段时间草莓品质是最好的 我们店的每天的这个交易量在30多吨各式各样的水果 礼品坑的商量局合到也就是四五块钱一斤 马上要到春节 现在这个礼盒的这些东西特别多 当天订完货 第二天他就会把货给咱发到 各类水果新鲜上市 市场的工作人员每天要统计当天各品种交易的价格 与各个批发商户和源头水果供应基地保持沟通 既保证量足也保证价稳 跟产地那边每天的价格区间都有一个对比 这样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控制这个价格 不会大幅度的一个变动 我们一级市场稳定了 二级市场销售终端它的价格才会稳定 记者在市场看到 现在大个的丹东草莓还有蓝莓 已经成为了珊瑚之间的走窍货 怎么挑选好的蓝莓和草莓 这里也有门道 蓝莓其实主要分个头大小 跟这个硬度跟甜度 硬度好 相对甜度没有问题 口感相对好一些 丹东草莓主要特点就是个头大 年前都会达到一个口感跟品质的跌峰 现在这个草莓几乎都是甜的 只要是成熟度足够的话 甜度都没有问题 大果相对来说果汁更多 甜度很高一些 本台报道 今天都市报道60分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